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生素C的含量是国品中名利前茅 有天然有这个天然维生素丸的美称 红枣富含环磷酸腺肝 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密虚物质 对消除疲劳快装血管增加心肌收缩力 改善心肌营养有很好的这个帮助 红枣对脾和胃有很好的营养作用 能减轻毒性物质对胃肠道的刺激 其中含有的威士素C 可以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转变胃胆脂酸 从来减轻胆积湿的形成 红枣中富含的钙和铁 对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 以及青少年和女性贫血 都有这个不错的营养作用 那么大枣中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C 以及这个黄磷酸腺肝等营养素 能促进了蛋白质的合成 增加血清蛋白含量 对这个肝有保护作用 红枣有于健康 但并不是多多益善 中等大小的这种中等大小的 这个红枣辣一次性食用的量 不要超过15个 过时会食用会伤到我们的体味 油水我们消化功能 引起胃酸过多或者是负胀 那么这就是我们身边的 这个养生食材 这个虽然不起义 但是它的养生作用是很多的 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如果你还知道大枣的其他养生作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当然具体的这个应用啊 还需要资讯这个专业人士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应用 我是龙磷也是你的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